下面第四 什么 什么才是中国的危机 过去 胡秋元先生说过一句话 最大的危机 是我们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心 他讲的话很有道理 讲得非常深刻 如果我们把自己 传统文化的这种自信心失掉了 不但我们的国家会亡 我们的民族会亡 也就是世界四大文明骨骨 我们是最后的一个 在我们手上灭亡 为什么呢 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相信 不再去碰它了 也不再去认识它了 这个国家民族就绝望了 他说的话非常有道理 那么在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 我觉得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 英国唐恩比伯斯 甚至于我们中国人 像他那样真正认识 深刻的认识 就找不到一课 这可别 他是一审 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 他是历史哲学家 但是他是研究文化史 所以他提出 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学书跟大臣佛法 孔孟学书是中国文化 大臣佛法也是中国文化 他们能认识 我们自己反而不认识 他们想向中国学习 我们现在不要了 向外国人学习 这是真正的危机 那从形式上来说呢 我们中国的危机 是抗战胜利之后 把家灭掉了 要知道 中国的家 跟中国传统文化 息息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 要没有家 怎么能传到今天 我们想想世界 其他四大文明古国 不是不好啊 为什么是传统的 灭绝了 因为他们有家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家 把它继承了 把它发扬宽大了 家富起了 民族文化 以允许的重要使命 因为中国家 是大家庭制度 诸位要看过《红楼梦》 《红楼梦》里的描写 就是一个家庭 它还不算是大家 一普通家庭 两三百人口 普通家庭 旺族 有七八百人口 家道很衰 人丁不兴旺 也有一两百个人口 那这么多人 生活在一起 如果没有制度 没有规矩 他家就乱了 所以家里头 四根支柱 家道 这个道是共同的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无能 无常 四为八德 这是家道 家规 弟子规是家规 共同的 家规 还有不共 我们的家属跟人家不一样 我们的家庭经营的事业跟人不一样 那就规矩就不一样 这个弟子规是共同的 无论哪一家必须遵守的 里面一共只有一百一十三庄事情 那我们从前这个家了 家有祠堂 有家谱 你展开家谱 家谱里头有家规 真的家道 家规 家学 家业 都记载在这里头 所以他对社会负责任 他对国家民族负责任 所以中国从前的 世世代代的教育 是家把他几天担负起来了 不是国家 养老这段事情 也是家庭担负起来了 所以中国人真的 悠悠所养啊 老有所种啊 中国人真幸福 中国人他一生他有靠山 靠山是他的家庭 无论遭遇什么困难 家庭支援他 他自己做的在辉煌 到晚年时候落叶归根 念念不忘老家 侨民在国外经商 赚的钱都送到老家 在老家里的见识 他晚年回家去享福 八年抗战 中国人损失最大的 是什么 家被毁掉了 这是最大的损失 死多少人 破坏多少 那都是小事 我的家没有了 所以现在我们希望呢 企业能够集成中国文化传统 中国从前的家是血缘 血统关系 现在企业是道义的关系 老板是家长 员工是自己的亲兄弟 亲姐妹 一个大企业 所以就是一家人 这个重要啊 这在中国历史上能找到的 依据 中国文化 为什么这样辉煌 为什么这样的坚韧 经得起封屋 就是靠家 外国人 外国人虽然有企业 大企业 他没有家的这个观念 这个不一样啊 底下一个问题说 最有自信心的民族 这是从前 不是现在 现在可怜 自信心没有了 最有自信心的民族 方栋梅先生告诉我的 我跟他学哲学 最后讲到佛经哲学 我提出一个问题 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说梵文经典 大量传到中国来了 中国人在里面 挑挑选选 最好的 最精彩的 把它翻成中文 没翻的 大概一半以上 没翻的 那么这些梵文经典 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会失传 在中国也找不到了 我提出这个问题 问方老师 方老师听了就笑醒 告诉我 他说当年 梵文经典 翻译成华文 我们中国人 有自信心 不但翻译的 没有错误 是释迦牟尼佛的原意 而且 中国翻译出来文字 比梵文还要美 足以可以取代梵文 就是梵文经典 用过着了 用中文 中文比凡文 还要踏实 还要精美 这个精美 你看看 这种自信心 哪里像现在 佛经翻成中文 是中国人的骄傲 我们用现在的话 其实中国人并不骄傲 一骄傲就完了 这是说明 我们有自信心 那现在我们的自信心 完全丢掉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遭难 虽然遭难 我们相信 我们的国家不会灭亡 为什么 老祖宗又得了 我们在古书里都看到 你看孔子 孔子的父亲 他的岳父 他岳父的女儿 就是孔子的母亲 这个老丈人 把女儿嫁给孔子父亲 调查他的五代 一代一代往上五代 五代都积德了 就断定 他家里一定会出人才 把女儿嫁给他 孔子 真是真有智慧 这人家世世代代既得 家里必定出人才 出圣人 被他看中了 那我们今天看全世界 这么多的国家族群 只有中国的老祖宗 千万年来 记得了 讲的是仁义道德 只不过是 后代子孙 在我们这个时代 对老祖宗怀疑 不相信排斥 也不过是两百年而已 前面一百年 疏忽了 开始怀疑 最近这一百年 丢掉了 不学了 老祖宗对我们这代人 要惩罚 这是应该的 不会灭亡 惩罚 不会把你灭掉 祖宗哪有不爱后代的道理 有惩罚 不会灭亡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 学佛之后 我们才明白这种事情 不学佛 不了解 为什么 这里的道理太深了 我们想象不到 好